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彩礼上 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处理的时候 女方你发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能说她让你住到他们家 你就去了 这个事情一定要商量好 比如我们什么时候下彩礼 结婚 你都商量好了 那么我们提前住过去 这还是可以的 你后面什么事都没有计划性 你就先住过去了 万一人家婆婆觉得你不满意 是吧 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反悔了 是吧 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 你发现了吗 不下彩礼是什么意思 我绝对不相信他们家 拿不出来那个六万六块钱 我觉得不是钱不是面子的问题 还是你对人家这个女生 你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尊重 来来来夏娜老师 你就是没想真的娶 除了没想真的娶 然后你嘴上说的真的爱也是假的 其次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占了三个步 不忠不孝不负责任 不忠是对她不忠 这个不忠不是说出轨的那个不忠 是你没有全身心地爱她却骗她 不孝是因为你啃老就行 你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啃老 所以说你不孝 不负责任呢 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你就图有一个爸爸的虚名 没见到一丁点父亲的责任 我提醒女孩的只有一点 你不要重蹈她前女友的负责 忠告二 手不要伸得太长 管得太多 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的孩子 你想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我们不是说 不是亲生的就带不好 但是你要看 这个家庭是否真正地接纳你 你如果这个男人真的爱你 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 孩子才有可能把你当亲妈 三个人对你都是这样的态度 孩子都看在眼里的 孩子可是聪明人 所以你手伸得太长 就会让人觉得你很轻贱 你这么着急给他孩子当后妈呀 你是怕自己嫁不出去吗 你是怕自己离开他活不下去吗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干嘛要下彩礼 所以人家他干嘛要下彩礼 所以你记住我那句话 不要重蹈他前女友的负责 就好了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薄红兄 让一个21岁的女孩 去当一个孩子的继母 真的是难为她 你不要看 你看你喜欢的这个男生 面向很厚道 其实他无意当中是很有心机的 你看他有孩子 他并不是欺骗你 但是他刻意地隐瞒你 他在等待一个时节 一个节点到了以后 让你真相大白 这个节点就是你已经爱上他了 你似乎已经离不开他了 告诉你水到渠成 其实现在你们的状态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太主动了 太爱你了 喜欢你了 你们就可以这么拖 不是说他拖到越 越后面越灿烂 那是古董 谢谢包红兄 白米娜老师 有一句话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 你就不能够在他们家履行儿媳妇的这一些职责 你不是他儿子目前的后妈 你也没有办法堂堂正正地去插手他的教育 因为你谁都不是 只是他可能随时还会分手的女朋友 你懂吗 你想结束这一切 唯独能够解零的是你自己 你从他们家搬出来 管你是回你自己母亲的家 还是去找一份工作 或者是说到他的城市跟他住在一起 你们在外的租房子 可能都比现在你到他妈妈那边 显得像是一个儿媳妇的状态 要来得主动一点 使自己的这个命运多少能赚在手里一些 21岁 你不用着急结婚 21岁 你也不要那么早地做决定说 我可以当好一个后妈 我知道你对家庭的渴望 但你要看清楚 这一个男生 男生 你不够努力 把女儿托付给你的话 我是你未来的岳母娘 我也不敢 刚刚我跟余老师在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好好的送外卖 你能不能够每个月挣到将近一万块钱 因为我以前接触过这样的案例 他为了让自己的女朋友吧 就是也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 白天送外卖 晚上代假 我说那你拿什么时间睡觉啊 他说从三点以后到早上八点期间 我飞快地补个觉 然后随便吃个东西 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 我说这样不累吗 累 但是我可以最快速度地赚到钱 赚到钱我就能够把它取回来 但你没有这份心 你有的是回答赵川老师的提问 钱去哪了的时候 非常骄傲自豪地来了一句 我们年轻人就是爱玩 我也有一颗年轻人爱玩的心 你把年轻人爱玩的心放在了第一位 把儿子扔给了父母 把女朋友放在了一个被动的 在后头祈求你们家取他的一个位置 你这样的男人 谁敢嫁 谁敢把女儿嫁给你 我不认为你在这桩感情里头付出了什么 我劝女孩离开你们家 如果她真能做到 女孩将来会不会跟你走到一起 还得看你的表现 我希望姑娘能够硬起心肠 我也希望你能够在女人拒绝你这件事情上 明白 原来是真的要花时间 花心思 花爱 牺牲自己来换来一个好的妻子 好的家庭 而不是空手套白狼 谢谢敏娜老师 太着急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婚可以不结 至少现在没到结婚吧 21岁的小姑娘 对吧 该打工打工啊 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啊 该谈恋爱谈恋爱啊 现在没到结婚的时候了 因为你现在男朋友还没有长大嘛 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能结婚 我想娶他呀 我没钱呀 我得靠我爸妈呀 那这种男人是绝对不要嫁的嘛 别急着结婚 更别急着当妈 更别急着当后妈 记住了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 我得回去好好地跟我父母说一下 我觉得 老师说的是对的 你要听完老师的话 我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挺难过的 真的我感觉不到 你家对我的重视 我会好好回去反思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有必要回去跟我父母 好好地商量商量 那你觉得 未来我们能怎么走下去啊 我想继续和你走下去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我会有个力量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这就是生活嘛 认识生活的真相 其实也是这个节目 义务的一部分 我自己去找个力量